強調天然 強調抗過敏 強調不刺激 難道真的這樣抹下去 就不會刺激到肌膚嗎 好 這也如憲哥說的 真的都是暗藏玄機 可以看看這個字卡螢幕 是 天然抗敏不刺激 其實它的陷阱是非常多的 我們舉例第一個 天然萃取 其實也可能造成肌膚的敏感 先針對天然萃取 在衛服部 現在 但是幾乎是不讓你上廣告 除非你要提出非常非常明確的證據 成分的 全成分的分析來證明 這個東西真的是天然來的 第二個 既然這些東西這麼的嚴謹 很多天然萃取的東西 其實它不穩定 比如說我們說 蘆薈萃取液 或是絲瓜水 這些東西我們取的過程中 其實一兩個小時 它就會開始長菌 所以你就要添加相關的 防腐劑的東西進來 那防腐劑 香料 色料 又是我們皮膚過敏 刺激最主要的三大元凶 所以第一個問題 即使它是天然萃取 還是有可能會造成你皮膚的敏感 第二 為了要降低刺激的成分 特定功效可能會下降 比如說剛剛我們分享說美白 那如果加果酸系列的東西 因為它是要做換膚這樣子的動作 所以它濃度就要高 濃度高 刺激性就會高 刺激性跟濃度有相關的 所以當你要不刺激 你下降了這個濃度 它的效果 要換膚的效果就會弱很多 反而就失去它原來的功效 那第三 完全不添加防腐劑 孔治毒素的增生 剛剛我們也分享到說 可能有產品它是沒有添加防腐劑的 很多產品抗不敏都會標示 不含防腐劑耶 事實上不含防腐劑的產品 對 是的 比如說精油的產品 純精油它不用加 原因是它的這些化學成分 本身就有抗菌 抑菌 第二個就是化妝保養品裡面 它的多元醇類的原料成分 含量超過16% 20% 比如說我們的丙二醇 甘油 丁二醇這些東西 那它本身也會有 防腐抑菌抗菌的效果 但是大多數的保養品 都不符合這兩個條件 所以絕對都有添加防腐劑 那它不含防腐劑 如果它完全不添加防腐劑的話 會產生什麼樣的毒素 這個就是問題大了 比如說我們有一些粉體的產品 或是彩妝的產品 它是用玉米澱粉 下去做相關的原料做遮瑕 但是玉米澱粉 如果你沒有做好防腐的這些動作 可能會產生黃麴毒素 黃麴毒素的毒性效果 比如我們吸菸啊 碰到本這樣子的毒性致癌的 有些溶劑 其實它的危害性是更高的 那這叫做最後是抗米性的 一個原料濃度 對 抗米性原料濃度 皮膚如果過高 反而會導致皮膚的刺激 剛剛我們都分享說 希望能夠抗敏啦等等 那事實上它裡面 都會添加一些抗米的原料 比如說水溶性的產品 它會加甘草酸甲 油溶性的產品 乳液態的東西 它可能就會添加墨藥醇 那這些東西的確能夠 降低過敏性 但是如果為了要讓它完全不過敏 你這些的原料添加過高 濃度高 反而就導致它的刺激性 甚至還過敏的會更厲害 是 那請問一下廖醫師 是 現在外面的保養品現講滿多的 對 那對這些過敏性肌膚的一些朋友 他在挑選的時候 要注意哪一些 我們可以看一下螢幕 就是特別敏感性肌膚的朋友呢 要特別注意這四項 第一項就是說 我們不要使用 可能會有讓你皮膚剝落 這樣的一個成分 包括檸檬酸啊 還有一個成分叫4MSK 這樣的成分 那另外呢 如果在使用刺激性成分的時候呢 濃度要稍微注意一下 比如說哪些叫刺激性成分 比如說 水洋酸 它不是不好 它對我們皮膚有很好角質更新 跟促進我們這個 皮膚的膠原組織再生的效果 可是我們在用的時候 剛開始可能從低濃度開始用 比如說10% 然後慢慢的增加 那也可以就是剛開始 隔兩三天用一次這樣子 然後另外呢 避免使用過多的這個化學添加劑 比如說香精啊 酒精啊 這些很容易致敏感的成分 那有時候少數的防腐劑 它是用在洗劫用品的 不是用在這個保養用品的 洗劫用品的拿來當防腐劑 有啊 好 所以正確的使用這些防腐劑這些東西 那還有一些色素啊 還有高量的一些乳化劑或界面活性劑 是 就是說越純越簡單越好 那另外呢 還要多加強皮膚的一個保濕成分 比如說多使用玻尿酸啊 或是天然保濕因子這樣的成分 對 好 台灣因為氣候的關係 所以對隔離的產品的需求 是越來越多 已經超越到粉底 那對隔離的一個功能相對也有很高的一個期待 對 甚至把它當作是第二層的一個肌膚 那其中其實也有很多廣告的一個噱頭 傑琳來告訴我們 很多人呢 都覺得隔離霜啊 擦在臉上會太油膩不舒服 所以說市面上就有很多隔離霜因應而生 不管呢它是強調無油的啊 泡沫的或者是呢 慕死的 但是這些擦在臉上 真的不會對我們皮膚造成負擔嗎 所以影評你怎麼挑 我之前那個時候就是驚人的時候 我就想說看大家用什麼我就跟著用 然後我的第一罐的隔離霜呢 就是用的是那種泡泡沫子類的那一種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很紅超紅的 然後想說哇大家用應該很好用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隔離 因為就它擠出來 然後我塗上去感覺好像也沒 而且感覺很清透 對就是太清透了它的存在這樣子 對然後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這好像也不能隔離 因為我後來出外景那些 然後我真的還是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想說 出外景的話 我就去買那種 運動的防曬隔離霜 對 我就拿來擦了我全身喔 然後因為它的係數 它就是有到100的 是很高 然後我那個時候我擦50的喔 我就想說哇擦完 它應該可以那個 不會讓我黑吧 對 然後結果我回去想說 它也應該很快就可以卸掉 我沒想到它很難卸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很好卸 所以只要隔了一段時間 我在看的時候 我上面已經長了一小顆一小顆的那種 對毛細孔獨 就是已經沒有卸乾淨 而且它不好卸 對 它的防曬太強了 沒錯 好 那Iris你怎麼挑 我用過一種就是隔離霜 它強調就是除了同時有防曬 它還是會有珠光的效果 珠光的 大家很愛啊 對 這樣所以那種一定要來的 它不會感覺太亮嗎 這邊會油油的會不會 對 你講到重點 可是我當時真的沒想到 因為它是一個很 它是一個法國的大牌子 然後你就會覺得 它那又做得很漂亮 就是我很受不了 你看包裝 你在看內容 我跟你講 人就是要看外表啊 然後我就看到外表太可愛了 就擦了以後 你會當下覺得說 自己的臉好像真的看起來就是 很輕痛 因為它有一些那種 就是可以讓你反光的因子 對 但是有一天我就是擦了之後 又上了底妝來錄影 然後就在錄影的時候 就是他們一直跟我說 你幫愛麗絲吸一下油 有 那個化妝師你來一下 你幫愛麗絲吸個油 然後我就吸吸 我想說我很少會出油的人 然後錄到一半就是 你剛剛那個油沒有吸乾淨 你再幫愛麗絲吸一下 我想說有沒有那麼多油 有這麼油嗎 後來我才發現 就是因為用了 太油光了 對 對 珠光的 對 所以整個人就是你知道 像一盞燈 然後就是一直在發亮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好 我就避免用這一盞 沒有 我覺得珠光的 比較適合不上鏡頭的時候用 私底下對不對 私底下還可以用 因為上了鏡頭 那個反光的確看起來 會覺得有光 我覺得要打T字帶就好了 其實不要整個臉 也不行 導播也會說 來幫妹妹T字牙 對 對 他就是私底下揭小孩的時候 然後人家看到說 素顏有光澤 你怎麼隨時幫我反光板這個時候 這個幫我打這樣子 對 所以那後來怎麼辦呢 因為後來我就開始挑 加上因為我是敏感肌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必須很難用到就是防曬系數 可以又跟隔離結合在一起的商品 對啊 但是我最近後來就找到一款 我覺得還滿好用的是 它其實防曬系數有到SPF50 我喜歡 可是一般來講 你覺得系數這麼高 第一它一定很難推 第二它 因為它比 它透不透氣呢 它其實你就會再擔心這一點對不對 對 因為通常就是防曬系數如果太高的話 通常一般女生都會擔心 它是不是會堵塞毛系統 對 太紅了 而且它又是有BB霜的效果 所以說它等於是三效合一 但是呢 重點是 它很好推的原因是因為 你看它多好推 它非常的水嫩 對 一瓶隔離霜 竟挑起專家與季妹妹的戰火 一個好的隔離霜呢 它必須要有良好的延展性 比較多 從上去裝紋紋變明顯 謝謝你喔 這個很容易推開很滑順 本來有皺紋的都不見了 好 來 今天謝謝你喔 謝謝你喔 拍一下